因為黃嘉謙跟夏克力 結婚很多年了 那他們在外面 感覺上都非常的恩愛 非常的甜蜜 那2015年 這一個跟女兒 女兒叫做夏天 參加真人秀 爸爸去哪兒 第三季 夫妻倆暢談育兒觀念 而且備受推崇 到了2021年夏克力 還貼出跟老婆黃嘉謙 現在加拿大生活的照片 在這邊 這個他們還一起去坐這個船 非常的全家非常的和樂 然後一家三口笑得很燦爛 似乎不論到哪裡 一家人都能夠緊緊的黏在一起 沒想到三個禮拜卻發現 女星黃嘉謙跟老公夏克力 正在打離婚官司 十六年的婚姻走到了盡頭 那婚變的這個原因 眾說紛紛紜 這個只是說大家最震驚的就是說 哇 原來看似美滿的婚姻 背後其實是有非常多的故事 我想請教一下五位 覺得這個新聞讓你們感到震驚的請舉手 只有你啊 對 你其實四個人都不震驚 可是我震驚的是說 這個婚姻應該早就要沒了 而不是拖到現在 這樣子啊 對 那智瑋是怎麼回事啊 沒有 因為其實他們感情出現問題 在我們記者圈 已經傳一陣子了 那最早他自己也曾經講過 他們在二零一三年的時候 婚姻就有出現過危機 可是彼此都認為說 應該要再努力 所以這個再努力 一努力就是六年 其實也 我覺得也蠻 不只六年 就是八九年 其實也蠻辛苦的 那那在二零一三年 那次是因為有一個 夏克力有個桃色風波 那當時就是他在這次的聲明 不是有個女的友人幫他發聲明嗎 就是說當時那個是個烏龍 然後黃嘉倩也不幫他說話 但是我想想說 這都這麼久的事情了 那現在再提出來講 這會是影響不期的關係之一 如果是的話 在當時或許有 是 那這九年當中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其實我們要講的是說 夏克力他在臺灣發展 其實他是學電影的 鄭大哥 學著動畫的 所以他算是幕後工作人員 那當時來臺灣工作的時候 他原本也是從事這樣子的工作 因為那時候臺灣很多的這個電影工作 是需要跟國際接軌 所以就是很缺這個電腦動畫的人員 那他在臺灣做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他的外型很討喜 而且在那個時候 大概二十年前的臺灣 就是很流行外國人拍廣告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所以夏克力他曾經有一支廣告 是印象讓人家非常深刻的 好 你們還不會 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有 有 有 那就是他的 他拍的廣告 那所以說他後來就因為這樣 踏進了演藝圈 他跟黃嘉謙是在二零零五年的時候 合作了一個戲劇 然後認識的 那所以說這個就認識就那叫什麼 一見鍾情吧 那再加上說黃嘉謙他需要 他有一些家庭因素的關係 等一下會跟大家講到 他需要就是一個愛情 一個男人 所以他是靠不斷的 這個男朋友沒了 就換交下一個 所以遇到夏克力 他認為那就是我的Mr.Right 所以他們就結婚了 那當然就是說 在這個結婚之後 大家一直覺得 是不是女尊男卑 因為夏克力他人家就一直把他定位 成是黃嘉謙的老公 因為他等於是在臺灣生活 他的家人都在美國 在加拿大 對不起 所以等於是他在臺灣結婚的時候 那個標題都會寫黃嘉謙婚禮什麼的 然後可能就是老公是夏克力 所以常常上節目的時候 就是他帶著他老公一起上節目 一開始就介紹這是我老公 所以因為他老公的名字 我覺得我老實講 睡了那麼久了 我老是把他講 想成好莉克 好莉克是巧克力飲品 夏克力 有人講說夏立克 叫出他的名字 對 但他是夏克力 那等於就是說他在臺灣 就是用這個名字 可是你想想看就是如果常常被人家講說 你是黃嘉謙的老公 主持人也會這樣介紹 他都要強調我叫夏克力 所以你可能也會覺得 我好像活在老婆的 他好像活在失去自己了 對 那當然就是說 因為這個關係 他後來也自嘲了 那也沒關係 反正現在大家認識我 我也是廣告明星 那我剛才不是講二零一三年有婚姻危機 可是他們總是還是度過了 那到了二零一五年 那時候就是一個轉捩點 因為那時候在中國很流行 那個實境秀 就有一個實境秀叫爸爸去哪 那臺灣很多藝人也都過去了 所以黃嘉謙跟他的女兒 夏天那時候才六歲 但還有夏克力 他們就全家一起去參加 那個實境秀 結果在節目當中 他女兒因為很漂亮 混血兒嘛 就一炮而紅 所以整個中國大陸的觀眾 就瘋狂的喜歡他 因為前面幾個都是男生 幾個藝人的兒子 包括什麼陳小春 林志穎 那都是兒子 突然來了一個漂亮的洋娃娃 夏天在中國就爆紅了 那爆紅之後 夏克力也說 我現在已經不是黃嘉謙的老公 因為黃嘉謙在中國知名度 沒那麼大 夏天的爸爸 但是至少夏天的爸爸 跟黃嘉謙的老公逼起來 我比較喜歡夏天的爸爸 因為他在中國也被很多人喜歡 可是呢 在那個時候就有很多的廠商 要捧著大把的鈔票 來請他們代言 當然就是為了女兒來嘛 那就是等於是母貧女貴 富貧女貴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一定會有一些拉扯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去接呢 那這樣女兒的這個會不會工作太多呢 我相信在那時候夫妻有一些 你瞭解了最主要的衝突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這一方面就是教育是一個原因 教育 教育就後來啦 後來 後面的教育啦 那當然就是送到國外去念書 這個一定是夫妻都認同的嘛 那只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到什麼樣的學校 這個可能我的瞭解是有一些不一致 那包括在二零一五年 他們去中國參加實境秀的時候 因為其實黃佳謙他的家境不錯 但夏克力他就是沒有很顯赫的家世 反正黃佳謙嫁給他並不是為了錢 是因為相愛嘛 所以我相信在那個中國去參加實境秀 其實黃佳謙回來臺灣的時候 他有講過 他有說當時他們其實也很難抗拒 這個金錢的誘惑 因為一個活動 或是一個代言 就是幾千萬就進來了 那你想想看 媽媽可能會覺得說錢夠用就好 但是對這個夏克力來講 我的錢都是要跟老婆伸手 那我們有可以賺大錢的機會 Why not 所以我覺得他們夫妻 可能有一些討論 但是在記者會的時候 黃佳謙他並沒有說 我們兩個是不一致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事情發生後 大家知道他們在打離婚官司之後 對 朋友之間給的訊息 比較激烈 那感覺上那個就很值得討論的空間 實在太大了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